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星期李炳熙和张雨琪这儿呢 李炳熙安排了张雨琪向往的田园生活 仍然是田园生活 田园生活怎么过出花来 来 张雨琪和李炳熙 向日葵 今天带她去黄河边的农场体验她喜欢的田园生活 你好 不不 可以给按住 我按住了 田园风光的感觉 种菜摘菜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生活 以后我就要这样一片园子就够了 好的 我就种点我爱吃的东西 咱们食材差不多够了 好的 我们这边是帐篷 晚餐是需要客人自己去动手做的 哇 这在哪里来去 中卫 嗯 哎呦好漂亮啊 哎呦好漂亮啊 还有晚上真睡这儿你走吧 我走吧 我走吧 嗯 我们下面就要自己煮一杯八宝茶 好的 而且是咱们宁夏的特产 但是我们要自己做一个炉子 哦 有一点点难度的 我现在讲一下这个火箭炉是怎么做的 木土桩子 在上面要打一个孔 打一个孔之后 在侧边也打一个孔 然后火再放上这个小木桩 它就一个炉子 哦 这样 嗯 这边先扎一下是狠狠的 这是干嘛 打孔 它做那个炉子嘛 好 好 是那个转不是你转 啊 不是这样吗 是那个钻头转不是你转 所以你得把它夹住呀 好 好 特别帅 特别帅 是吧 我也这么喜欢 都是泡泡 我现在眼里 去 来 这个晚饭 八点了 这本已经八点了 不是 咱六点五点多才出来了 好了 来 怎么添火 钻木区火 不是 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袁浦 就这样去擦 他 真的要这样 哇 这么快的 对这个火星 它就我现在它会燃的是吗 它没那么容易我感觉 就这个角度再靠下一点 这个角度这样 我来吧 我想玩 别别别 有了有了有了 时间 就我能刮出来 你就别来了吧 对 对是这样 但你怎么才能把火花搞上去呢 这样是 可以 我们赶紧放这个羽毛棒 这聪明的人做什么都能做好 对 好有意思 好 要玩了吧 是要把那个茶搞出来了 这个吧 就只是取火这个 那用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才是炉子 我们要用那个煮茶 把这个小碎蟹放在里边 可以引燃火 拿火吹 山峰点火 对 一直吹 需要有一直 不然的话不行 快起来 有了有了 还有了 这挺好玩的 但是你要是很饿 这就不好玩了 对吗 这就得吃饱了来玩 好了 马上就找 我这个饭是完不时后能吃上吗 咱们用这个吧 吹得现在有点发晕了 哇 这么爽 所以它这就是火箭 好帅 咱们那缸子可以放了 把缸子放上去 往哪放 往中间放呀 往你手啊 小心 你把它放上去再吹吧 行吧 现在吹了吗 行吧 现在吹了吗 那我们到现在 就是只喝上了一杯茶 我们饭怎么搞 我们饭马上去吃 就拿这些都要烤是吗 对 拿什么烤啊 那个炉子啊 对 好 这个应该很简单了吧 对 不是 你让他弄吧 咱们不知道这个怎么搞 这是你自己要搞的 你不是要搞是要搞的 不是 教教他 怎么搞 为什么 你不会啊 这个不行 那你为什么要点烤烤 这有啥难的 咱们撑一来把它 整个这个放上去 就说晚上这个烤烤什么的 我以为是烤串那种 就穿好的串就烤就行了 我学的也是那个 但没想到是一个 就是都这么硬 我只要吃不到东西 或者在我饿的时候吃不到东西 或者我的胃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的脾气就会很暴躁 说实话 他那个做饭那个问题 我是觉得 根本就这个人 就不会下厨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觉得不用逞强 不用逞强 你去开吧 我来弄吧 来吧 我来删这个吧 然后你去帮他搞那个吧 这个我比较简单 可以 我可以搭搭守护 那个爸爸照片已经好了 给你先尝尝 谢谢 超香吧 甜甜的 就用这种东西煮出来 它和咱那个火不一样 我可以先炒菜了 我可以先炒菜了 小心 然后开火了 这个火怎么开的 华哥 碗里按一下妈妈 时间一打 我跟他那个说 你要我帮忙吗 没事 不行 等一下 你看 往这按一下 这样 气就开了 然后呢 好 这个最好的盐 太多了吧 够了 我真的 我觉得这个番茄炒蛋 应该是很好吃的 那可以吗 我这鲜番茄好好吃 你没割糖吧 没放糖 因为就要吃这个味道 那好好吃 吃吧 就要来点米饭绝了 这是我近期以来吃到的 唯一到 味道正常的菜 反正我这个味 就是在来回的拧巴之中 它不知道去向哪里应该 还烤别的吗 你还想吃别的吗 爸 我还想说 你要给我烤茄子呢 真的 有茄子吗 有 但是我不觉得你会烤 试试呗 就到那边了 还真低哟 茄子好轻啊 帮助我一下怎么切嘛 教教我 中间一刀 这样 这样 横着 竖着 这样 刚 可以 这咋铺呢 花哥 屏不咋铺啊 这个怎么把它铺上呢 直接放上去 烤呀 你让它慢慢烤着呗 是 我给它加一点油 让它慢慢烤 这样就放心 好 我感觉有门 感觉有门 有门能吃是吗 好 我其实现在也需要 最需要的是胃药 胃啥呢 因为我胃真的很疼 胃疼确实是不能吃烤烤了 你刺啥了今天 我吃了所有的这两天七八八东西 那别烤 终于发作了 那还烤吗 你烤吧 其实还是个生活经验的问题 可是这男生的年龄 他生活经验能有多少呢 我得去个洗手间了 去吧 他是难受 这个茄子 回来再说吧 洗手间怎么去的 在哪 好 完了 那么大的火 没人看着 这要是在家里的厨房 就得着了 对 糊了 肯定糊了 嗯 他俩都去厢宿所了是吧 对 都走了 人呢 茄子 炳哥 你的茄子焦了 烤糊了 肯定的 火都灭了 是吧 火都灭了 人呢 炳哥 快点 你的茄子 焦成干了 烤糊了 我当时挺不开心的 因为 对我本身 就对那个茄子 还挺期待的 但是它糊了 糊得好惨 黑焦黑焦的 怎么了 糊了 就是这种情况 只能留一个人在 不能两个人同时都离开的 好吧 等了好久 竟然糊了 对不起 以后你谁要再跟我说 他会做饭 我跟你讲 我就要好好地审问一下 乐 我想去个医院 很疼 是吧 嗯 所以以后就不要胡乱说自己会做饭的事情了 人设不能随便理 因为他就是纷纷弄的事 我没力 我这个就是会做的还是会做的 你胡了 你还会 不是 我出去了 那你干嘛出去了 干嘛不能看着我最爱的茄子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茄子 与其不开心了 就是没吃开心度 那个胃又很痛 然后就会 还是会有一点点情绪 嗯 让我再给你考一个 你别再浪费了 我不想吃都吃不下我 我得过 没想到这么长时间 以为去了就回来了 找厕所 跑那边去 那你一定要去 如果我去了你就不要去 别留一个人嘛 嗯 你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一个人可以 什么的时候可以交替另一个人 要不那么那的话 一个人大概都挺好的 不需要有两个人的 有道理啊 好像是 这样以后我做饭呢 我先吃 吃一整盘 不是 我是觉得这样的 我们不一定要去做饭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饭 我们可以去点外卖啊 我没有关系的 我感受嘛 感受这个 那像 就是这种 但是你只是做这么一顿 你也做得很糟糕 然后以后你也不练习的话 那怎么办呢 练啊 我现在不是练习在路上吗 你觉得咱俩能 有可能会成为人家 那些烧菜烧得很厉害那些人吗 我觉得我是有可能的 因为是什么 你听我给你说一下 我首先没有力 我很会做饭的人事 但我现在 我是想好好去学习 让我能做一些好吃的给你吃 对不对 你就喜欢 所以我也很心甘情愿 当了你的实验品 就以后 我再努力练习一下 张家他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 讨好 我也没有很欣赏 你一个会做饭 或不会做饭的男生 他是加分项 那他不是必须项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做的话 我喜欢 我是喜欢 那你学的话 请学好一点 谢谢 他们俩相处 这是看到第一次这么严肃 就从这个片子看 我认为 就不能说李炳熙去讨好这个对方 不至于 不至于 咱们有一句话 叫做爱物即乌 是吧 我爱你 我愿意为你做一些牺牲 我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 让你高兴 那么你用一个扁意思说讨好 那就不好了 那么这里面就是要有一个度 是吧 你要去评价要有一个度 对 我觉得讨好与爱之间的区别 有的时候去怎么变分 讨好就是说 特别在乎别人怎么去评价我们自己 可能就是对方只要觉得好 对我评价好了 但是他这个过程 他不一定是很享受 对是的 但是爱是觉得 我为你所做的事情 你开心我也好开心 我看到你开心我就很开心 嗯 对是的 所以不管是在爱里面也好 什么里面也好 讨好一定有一方的姿势放得很低 但是真爱 双方一定是平等的 对 恋爱之中不能用讨好这个词 是的 讨好就不平等了 对 你知道我这个嘴是很挑的 所以宁可咱不做 没事 你可以去吃大餐都没问题 那偶尔做一下是可以的吧 偶尔做一下 但是你偶尔做一下 就永远都练不好 做饭就是一个技术活 那就是 就是得反复练 就跟拉琴一样 那总得偶尔得做一下 我就说你要做的话 你就是做好了 多练一练 都没有问题 就是你不要逞能去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也没有很欣赏 真的 嗯 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好不好 希望你以后就是 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得跟你的音乐一样 那才叫拿得出去 才叫敢会 不能随便说自己就会了 我也真的疼 那去搞点热水吧 可以给我一些热水 听到这句话 失落肯定是有 可能从我的角度说 我想去完成一个好的这样的事情 让女朋友开心 这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这个出发点是可以的 但可能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能做好 但是我没有做到特别好 所以说我可能还是需要去更细致地去计划一些 对 啥 热水 谢谢 还痛吗 痛得厉害 来自男朋友的温水 热得热 很烫 这 挺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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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进去谈会儿 再也别让我做饭了 我累死了 我就不适合干这种事 不让你做 以后我不吃上一百遍的饭 你不会给你做的 好不好 好 不好是真的 我还很抱歉 嗯 我现在慢慢理解 她不一定是为了讨好我 她可能真的觉得有意思 她的人生会积累多的事 所以她才很愿意去尝试 而且我也希望能跟她一起保持这种激情吧 挺好的 我觉得 她们的相处其实很成熟的 因为张雨琪呢 她是有 有 生活经验的 我们一直就能看到 她是一个能迅速地提出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 但是这个张老师 我刚才发现后面威神儿有一句话 嗯 雨琪总结的时候 嗯 她当时是说的一句气话 她并不是说 是的 李秉希就是在讨好我 是的 她实际上是生气了 我们理解 我理解应当是这样的 所以她你看最后讲 她觉得 其实不是讨好 我现在看到她对雨琪就是一个爱的表现 是 她想要更多地把自己 所有的能做的 能给对方的精细浪漫都给对方 对 是的 所以我说我们根本不去 呃 去讨论和说她们个体之间是什么样的 但是 这个话题本身 对于相爱中的人来说 是有意义的 是 爱不能丧失自己 对 但是 现实生活当中 就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意外 小摩擦 和小变化 怎么去 呃 随时调整 怎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让爱不降温 这就是今天 这个星期 张雨琪 李并熙这一对 给我们提出来的特别好的问题 张雨琪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